五眉赤红的仙缘谷谷 顺着临动的喉咙 咕噜一声 然后被其吞进肚中 仙缘谷谷 姚灵望了这一幕 眼中却出奇的没有惊色 反而是有些怜悯的摇了摇头 说 不知的蠢货 看来你以前没有遇到过仙缘谷谷 你可知道 那一枚果实之中 虽云含的能量是何等的狂暴 五眉同时 莫说是你 就算是我 恐怕都消化不了 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狠义 不过只是闷头胡来罢了 可笑的小子 姚灵一脸冷笑的将临动盯着 眼下这般 恐怕都不需要他们动手 临动便是会被那股狂暴的能量 折腾得生不如死 在其身旁 松雷 罗翼等人也讥讽地看向临动 仿佛是想看看后者接下来 会是一种何等的狼狈 是吗 然而在他们那等幸灾乐祸版的目光之下 以后将五眉 仙渊谷谷吞噬的临动 却是缓缓抬起头 那隐隐间 星光流动的双目之中 掠过一抹信血之色 这些能量的确狂暴 不过小奈和我临动 或许还差了点 所以 或许要让你们虚妄了 临动双手合拢 然后指尖对变 便换出一道道 令人眼花缭乱的印法 紧接着一道低沉的鹤声 从其喉咙前传出 而就在其鹤声落下的刹那 以公骨极端惊人的恐怖能量波动 猛然从其体内席卷而出 在那种能量的席卷之下 就连临动的皮肤都是泛红了起来 姚林健壮 眼中冷笑更深 我可喊你怎么死 真压 临动手印变换 低沉的声音 在此刻在心中响起 他的声音 犹如闷雷一般 在其体内轰隆地回荡着 而后 那悬浮在丹田上方的乾坤古镇 竟在此刻颤抖起来 一丝丝的光线 从古镇之上散发开来 犹如一张巨王 直接是将临动体内 那狂暴无比的赤红能量 紧束的笼罩 如同洪水般的赤红能量 狠狠地撞击在巨王之上 然而后者却是纹丝不动 将他们死死地束缚住 令得他们无法困惑 并且肆虐 安静下来吧 又是一道温和的光滑暴流而来 化为一枚石符 悬浮在那片磅礴能量上方 一道道光滑惊醒而下 顿时那磅礴能量中的狂暴因子 也是迅速地被洗刷而去 吞噬 又是一道地震之声响起 一枚黑暗的古老符文 闪现而出 滔天的吞噬之力爆发 犹如一个黑洞 磅礴的赤红能量 开始源源不断地 灌注进入那黑洞之中 然后 在被吞噬的所有狂暴因子之后 这再化为所有滔滔能量 沿着灵洞体内经脉 疯狂地运转起来 凭借着乾坤古镇 神秘石符 以及吞噬祖父的存在 灵洞几乎是完美地 将那五枚先元谷果的 磅礴能量紧速镇压 当然 成功镇压 却并不代表能够完美吸收 而现在的灵洞 也的确没有那种时间 去做这一步 他所想的 并非借助五枚先元谷果 来提升实力 他所需要的 仅仅只是短暂的时间爆发 在这种爆发期间 他能够拥有 与摇陵他们媲美的力量 但是 那种陡然间爆发的可怕力量 极其容易达到肉体承受极限 而一旦肉体承受不住 那庞大的力量冲击的话 灵洞的身体将会如气球一般 砰的一声 炸裂开来 雄魂的能量 如同洪水般 奔腾在灵洞四肢百骸 一咕咕可怕的力量 也是迅速涌荡而起 灵洞能够感觉到 经脉之中传出一种刺痛 晴天化龙觉 感受着经脉之中的动静 灵洞深吸一口气 手印变换 旋即 眼瞳深处 奇异的清光 陡然爆涌而出 清光蔓延至 灵洞体内的每一处 而在清光蔓延间 灵洞体内的经脉内壁 竟悄悄地 浮现出一些金色鳞片来 这些鳞片 犹如一层防御层 将灵洞的经脉 保护于旗下 而随着这些鳞片的出现 那种经脉欲裂之感 顿时消失了大半 灵洞双掌缓缓紧握 感受着体内那种 从未有过的强大感觉 他的脸庞上 也掀起了一抹亢奋的弧度 凭借着体内三大神物 再加上 星天化龙爵的强悍 五枚仙渊谷果 所产生的可怕能量 已是被他紧数地掌控了 虽说这是暂时的 但就这段期间 灵洞将会拥有 异常强悍的力量 各位 准备好了吗 灵洞抬头 星光萦绕的双目 盯着姚灵等人 咧嘴笑道 这个混蛋 姚灵等人望着周身波动 陡然间成倍暴涨的灵洞 颜色极为阴沉 而在那阴沉之下 悠悠着一股 浓浓的难以置信 他们实在是有些无法相信 灵洞竟然能够将那五枚仙源 宫果的能量给镇压下来 姚灵眼神阴寒 心中竟涌起一些忌惮 灵洞表现出来的种种 让得他感到不安 这种变态的家伙 若是任由其成长下去 恐怕日后会成为一个大患的 望着灵洞那年轻而凶器盎然的脸庞 不知为何 姚灵想起了 那个同样从道宗走出的弟子 那个曾经单枪匹马 杀上原本 连斩三大长老的绝世狠人 不能让他活下去 一念到此 姚灵心中猛然被寒意所弥漫 目光一闪 眼中杀意抱有 而后他身心一动 直接是诡异的消失而去 灵洞脚踏虚空 眉心处妖眼之中 灰芒涌动 他望着消失的姚灵 旋即嘴角一脸 双臂猛然一阵青光抱有 手臂飞快地蠕动起来 最后化为两只造型 猙獰而冰冷的青龙臂 一波波可怕的力量 也在此刻在其双臂间 篡涌起来 林洞龙掌紧握先缘古树 下一场一步踏出 这些抡起古树 狠狠朝前方一处砸了过去 古树撕裂空气 发出尖锐而刺耳的声音 那种力量仿佛形成石炙了 而在古树狠狠砸下的地方 一只被璀璨金光包裹的拳头 也穿透空间诡异浮现 最后带着一股凶悍无痞的波动 与古树正面哄在一起 如同闷雷般的声音 在天空之上传挡开来 狂暴的犹如飓风般的力量波纹 疯狂的席卷开来 周遭山风 顿时崩裂开来 巨石不断的滚落 两道身影 皆是自拿力量波纹扩散处倒退而出 那范模样竟是拼得不想上下 凭借着五枚先缘古果之力 现在的林栋竟能够正面与妖灵略作抗衡 不愧是九元涅槃境的强者 林栋稳住身形 抬头冲着妖灵笑着 在正面抗衡间 他才明白 九元涅槃境强者的强横之处 如果没有五枚先缘古果力量做支撑的话 恐怕他根本不可能与妖灵正面交手 现在感叹还早了点 小子 我让你真正见识一下 九元涅槃境强者的力量 妖灵森然一笑 手掌一握 磅礴的原理汇聚而来 只见凝成一杆金色长枪 长枪之上释放着极为狂暴的波动 妖灵闪电般掠出 手中长枪化为道道枪影 犹如暴雨般笼罩向林栋 然而 就在他枪影还未落至林栋身上时 后者身形一动 便直接消失了 林栋身形刚刚消失 妖灵便听到后方 穿了一道轻力惨叫声 急忙回头 便见到 一名实力在七元涅槃境左右的魔印中 被林栋抡起古树狠狠砸在其身上 那种可怕的力量 竟直接生生地将后着两条手臂砸成血末 林栋一束轮椅人 冲着姚灵露出一抹宁笑 而后身形再度对另外一名七元涅槃境强者 暴力而去 林栋没有一开始就挑战姚灵 凭借狂暴的力量 现在的他足以秒杀这些七元涅槃境强者 既然如此 他自然要清场 把这些家伙杀得魂飞魄散 另外一名七元涅槃境强者 见到林栋冲他过来 眼中也浮现一抹惊恐之色 不过他也是凶狠 竟是没有倒退 手握大刀 一声力喝 一道灵力刀芒 便狠狠地劈向后者 黑衣色的巨树舞动 直接震碎刀芒 然后带起庞大的阴影 狠狠地轰在七元涅槃境的脑袋之上 当场将其轰暴过去 漫天血雨飞舞 那罗毅苏雷等人 震惊地望着沐浴在血雨之中的青年 这一刻即便是他们 心中都涌上起一股寒意了 小杂嘴 老子今天要把你碎尸挽断 姚灵望着一眨眼间 两名手下便被林栋解决 当即眼睛血红起来 而后一道充斥暴怒的咆哮声 裹挟滚沙翼在天空中响起 这位在宗教通缉榜上排名第四的狠人 此时此刻终于因为林栋 彻底地暴怒起来 凶魂而狂暴的原力 在此刻铺天盖地地自摇灵体内吸卷而开 他双目异常猙獰地盯着远处那道身影 手中长枪猛然一震 嗡鸣声响彻而起 一道数十丈庞大的枪芒 直接使洞穿虚空 快弱闪电般地对林栋爆轰而去 那枪芒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笼罩林栋所有退路 彼得他刚想对其实力稍弱的魔音众出手 脚步便顿了下来 强行转身 手中黑树狠狠披下 惊人的力量喷布而出 连无形的空气都被近乎十指般的力量震爆而去 两者重重相撞 惊人的力量波动 伴随着巨声疯狂地传开 林栋身体一震 身体急速倒退数十步 手中黑树舞动 而后方才吻下身子 眼中掠过一抹凝重之色 他与姚灵之间实力毕竟差了一大截 即便是吞噬五枚仙渊公果 暂时暴涨力量 但是与姚灵相比 依然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苏雷 罗易 跟随我一起出手 宰了这个小子 其余人会去到一起 封锁此地 姚灵阴冷地看了林栋一眼 而后暴怒说着 他在经过一阵暴怒之后 也是冷静下来 现在林栋的实力 虽然暴涨太多 新元涅槃清强者的实力 已经对他造不上任何的威胁 既然如此 还不如主动地将那些 无法出太多力的手下给撤开 相信凭借他的能力 再加上实力达到八元涅槃境的苏雷与罗易 就算林栋手段再多 恐怕今日也是插翅难逃 罗易与苏雷文言 也是点点头 目光闪烁凶光地将林栋给盯着 当然 如今这份凶光之下 也是多了一份忌惮 先前林栋两树轰爆 清元涅槃境强者的凶狠架势 也是让他们心中有些发出 凶狠的原理波动 缓缓自罗易二人体内涌出 而后身形微动 正好与摇陵形成三角阵形 将其中的林栋紧数地封锁 动手 低沉的贺声 陡然自摇陵嘴中传出 而后其身形率先爆略而出 手中长枪 四川空间 带起足以撕裂一名 八元涅槃境强者的 涅槃金身的狂暴波动 刁钻而狠辣地 落向林栋终身的要害 而在摇陵动手的刹那 罗易二人也是同时出手 顿时天际之上 原理呼啸 肃杀之意 将林栋紧数笼罩 林栋目光闪烁 周遭弥漫而来的庞大压力 也令得他面色极为的凝重 面对着一名九元涅槃境强者 两名八元涅槃境的强者 联手攻势 只要他稍稍露出一次破绽 必是有死无生的局面 荒无妖眼 灰线迅速自林栋 眉心处凝聚 而后化为一只灰色妖眼 妖眼一现 那猛含着极端恐怖破坏力的灰色光束 便接连暴流而出 与姚灵三人攻势正面相撞 狂暴的能量联谊 在接触间席卷开来 不过由于是以一第三 荒无妖眼的威力 显然也被分解了许多 故而都是未能取得 如同先前般的效果 不过 林栋显然并没有天真的意味 如此容易的 能挡下姚灵三人的攻势 就在灰色光线略出的刹那 他的身形也陡然暴退 步伐一闪之下 便出现在苏雷的身前 三人之中 姚灵最强 罗毅与苏雷不分上下 不过后者被前者灵动打伤 气息略为有些违靡 说来也算三人中是最容易对付的 那苏雷也不是蠢货 一见灵动这个动作 就知道后者想从他这里打破阵形 当即一声冷哼 双掌之上 磅礴源力疯狂凝聚 因因有狂暴之力传出 随元掌 狂暴之力疯狂的凝聚 而后直接是在苏雷低沉的贺声中 一掌对林栋狠狠地拍了过去 掌风过处 风雷声嗡嗡响起 然而 面对苏雷这般狂暴的掌风 林栋却不闪不闭 清光从其体内抱涌而出 竟是在其身体表面 飞快地凝聚成道道 青色龙鳞 龙鳞浮现 林栋没有任何出手的迹象 一步跨出 整个身体便这般狠狠地 对苏雷撞了过去 而在清光涌动之间 林栋的身后 仿佛有龙影相随 那一撞之下 似乎有着崩扇之力 青龙撞 低沉的贺声 在苏雷陡然紧缩的眼瞳中 传进他的耳中 下一刹那 他那灵力掌风 也直接撞在 林栋那布满青色龙鳞的身体之上 相处的刹那 一股肉眼可见的力量波纹 几乎是在顷刻间爆发开来 周遭的空间 都是因为那股力量 生生变得扭曲起来 苏雷的面色 在其手掌 排在林栋身体之上时 便陡然巨变 此时的他 方才能够察觉到 那青色鳞片之下 所蕴含的力量 是何等的狂暴 在那种力量之下 苏雷那一掌之力 非快被消融 最终在其那极端难看的 面色之下 彻彻底底地崩溃而去 掌风被化解 林栋一状之力 则是毫无保留地 倾斜而来 苏雷的脸庞 几乎是立刻苍白起来 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身形狼狈倒射 一掌再度打伤苏雷 林栋心中挨不及欣喜 因为他能感觉到 在他对苏雷出手的时候 这电光火石之间 姚灵与罗毅已经联手攻来 异常凶悍的攻势 笼罩其身后的要害 显然 他们两人在等待 林栋出手的机会 只有在进攻的时候 一人破绽 才会暴露出来 例如现在 林栋一招杀不了苏雷 但姚灵二人联手 只要抓住破绽 击中林栋 便能够彻底 令他丧失战斗力 小子 你完了 林栋眼光后瞟 已经能够见到 姚灵二人 那脸庞的猙獰 他们那等凶狠的攻势 也是即将来临了 一口白气 从林栋嘴中深深吐出 他看了一眼 那身形暴腿 气心萎靡的苏雷 此时显然是 斩杀后者的最好时机 林栋的目光 飞快闪烁着 下一场 璀璨清光 猛然从其体内爆发出来 而后清光凝聚 竟是在终身 化为一座青色剧中 终身之上 有着青龙的图纹浮现 不动青龙中 青色剧中 在林栋低沉的声音中 闪电般凝聚 也在其凝聚的刹那 姚灵二人 一场凶悍的攻势 陡然而至 刺耳的声音 在接触的刹那刹那爆发 随之而来的 还有那充满着 杀意的狂暴之力 列文 一种惊人速度 向青色剧中蔓延 最后 砰的一声 声声炸裂开来 无数青光飞射 一股巨力 呈四面八方 暴翼而出 而林栋的身体 凭借这股推力 暴力而出 一闪之下 便在姚灵二人 惊怒的目光中 出现在苏雷的前方 结束了 林栋目光望着 面色苍白的苏雷 脸庞上 却掀起一抹 漠然的弧度 我看你如何杀我 此刻 即便气息萎靡 但这苏雷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知道 只要拖延林栋一瞬间 姚灵二人的攻势 便能够将林栋击杀 因此 他也疯狂催动体内原力 璀璨金光 从体内爆发而出 显然是 将涅槃金身 催动到极致 在这种防御之下 想来就算是林栋 也不可能一招 将其斩杀 然而 就在这等防御 作权之时 那苏雷却见到 林栋眼中 闪过一抹嘲讽 然后下一瞬间 他便见到 林栋对其伸出手掌 而其手掌之上 划光一闪 一道 仅有八掌大小的金轮 悄然地闪现出来 在这金轮 悄然出现时 苏雷的眼瞳 却瞬间 渐缩 一种死亡的感觉 悄然地 涌上心头 不要 嘶哑的吼声 上海卫完全 从苏雷喉咙间传出 便戛然而止 金光自林栋 掌心掠出 然后一种 无法察觉的速度 掠过苏雷的喉间 带起一缕 阴红的血迹 金光掠过 苏雷那催动到 极致的涅槃近身 仿佛是在此刻 彻底地失去了效果 那种看似 强大的金身 在那道 细微的金光之下 却如豆腐般的脆弱 鲜血飙盛而出 映射着苏雷 那满含恐惧 和难以置信的瞳孔 他实在是有些 无法想象 林栋怎么可能 如此轻易地 便破了他的涅槃近身 他的身体 可经过八次 涅槃界的锤炼呢 然而 对于苏雷 那逐渐被灰气 缠绕而止的 恐惧眼神 林栋并未理会 他掌心一握 那道让人 看不见形体的金光 便掠尽其掌心 而后消失不见 苏雷眼中 生气迅速消失 周身涌动的 雄魂原力 也是紧数崩溃而去 旋即 他的身体 开始从高空坠落而下 林栋望着苏雷 落下的尸体 目光一闪 一把将其抓住 而后掌心处 吞噬之力 悄然爆发 而在吞噬之力 爆发之下 苏雷体内 竟冒出一丝丝 颇为微弱的金光 这些金光 顺着林栋的掌心 飞快地涌进 他的身体 昨日最后一缕金光 被林栋吞噬 他这才反手一掌 拍在苏雷胸膛上 直接将其拍进 下方的林海之中 而随着尸体 没入林海之中 只为在血炎地之中 有着一些 凶名的凶徒 便在此处 彻彻底底地 被林栋所斩杀 林栋盯着 那消失在 林海之中的尸体 掌心微卧 一般说来 涅槃精的强者 在动过 第七次涅槃节时 体内便会 衍生出一丝 元神之气 虽然这些 元神之气 远远未曾达到 凝聚元神的地步 不过 这也会成为 一些不稳定的变数 而林栋 虽然不兴望 留下这些隐患 因此先前 也直觉出手 使用吞噬之力 将苏雷体内 那存在的 一些元神之气 紧述地吞噬 另外 林栋体内 那道龙元轮 威力固然恐怖 不过由于 使用元神之气 凝聚而成 每次使用 总会淡化 上面的力量 而现在 林栋又无法 自行修炼出 元神之力 所以 倒也只能 使用一下 这种强行掠夺办法 解决一个 将苏雷 彻彻底底解决之后 林栋 也是缓缓 转过身来 望向 那目光震惊地 看着苏雷尸体 掉下去的 姚灵二人 而后 他的脸庞之上 冲两人 扬起一抹笑容 笑容中 弥漫着寒意 你竟然杀了苏雷 姚灵脸庞上 逐渐冲出了一下 赤红起来的双眼中 有着一抹震动残喘 由于先前 林栋的出手 极其迅速 甚至就连 他们二人 都说未能察觉到 那道洞穿苏雷咽喉的金轮 那罗易的脸庞 在此刻变得极端凝重 在凝重之余 又有着一分不安 他的实力 与苏雷相仿 若是林栋 能够将苏雷斩杀的话 那也就是说 同样拥有 斩杀他的能力 这个家伙 罗易脸庞抖了头 他望着远处 那手画龙臂 然后倒提着 一棵巨大黑树 年轻脸庞上 挂着一抹笑容的青年 心中竟生出一丝退意 不知为何 他总是感觉到一种不安 萦绕在心间 九游自取罢了 林栋冲着眼睛赤红的摇铃 笑了笑 漫不清新的 闹着 他本就不算善累 若是这些人 不来招惹他的话 也就罢了 不过 既然都逼到这种地步了 他自然不可能会 蠢到心存善念 一有机会 下手必然是致命的杀招 听得林栋此话 那摇铃眼中阴厉之色 陡然浓郁的 他死死盯着林栋 而后深吸一口气 面目竟是平静下来 不过 在那种平静之下 林栋能够感觉到一种 如同即将喷发的 火山般的暴虐杀意 小子 从一开始 我便是小觑了你 这是我的错 不然 也不会有眼下这般损失 姚灵的声音阴沉沉的 没有暴怒 但是有这一股 令人皮肤发寒的怨毒 与阴森 林栋双眼微密 手掌却缓缓紧握黑色鼓竖 心中逐渐警惕起来 他能够察觉到 一种连现在的他 都是有些心机的波动 正在自那姚灵体内 涌荡着 不过 这也该到此为止了 姚灵再无表情 缓步踏出 而其身后的罗翼 望着他的背影 面色略微有些变化起来 旋即 他竟不在上前 而是身形暴推 而与此同时 那些魔音众的强者 也是面色凝重的迅速倒退 离那姚灵远远的 姚灵并没有理会 退开的众人 他的双目 只阴色无比的锁定临动 然后 他脸庞上掀起一抹 近乎残酷的弧度 双手合拢 闪电般的变换出 道道诡异之音 而随着姚灵手印的变化 他终身天地原力 竟然也开始波荡起来 一种令人窒息的波动 缓缓扩散开来 林栋 接下来 我便让你看看 我圆门的顶尖武学 姚灵唇角残忍之色 愈发的浓郁 下一刹那 低沉的鹤声 陡然从其嘴中传出 摩原咒体 近乎狂暴般的磅礴原力 在其鹤下同时瞬间 猛然刺姚灵体内席卷开来 而在那等园里的心卷之下 姚灵的身体 竟逐渐地膨胀起来 浑身肌肉蠕动 轻轻如小舌般蔓延开来 仿佛肌肉被撕裂般的声音 刺耳地传出 姚灵的脸庞上 出现一些痛苦之色 不过更多的 却是一种残忍 他仿佛已是能够看到 待会将林栋 一节一节撕碎的场景 而随着姚灵体型的膨胀 一道道黑色纹路 也开始从其身体表面浮现出来 那些纹路 好像是一些古老的符纹 这些符纹看上去 似乎是从他皮肤中 生长出来一般 远远看去 极为的诡异 短短不过数息的时间 那姚灵体型 已经膨胀两倍 看上去如小星的巨人 黑色的蜂纹 遍布他的身体 再配合着那赤红的双眼 令得姚灵看起来 如同来自远古蛮荒之地的 野人一般 充斥着暴力与凶狠 姚灵布满皱纹的脸庞上 冲林栋露出一抹猙獰笑容 然后其步伐猛然往前一踏 而其身形则是诡异消失 那种速度与他的身形 是截然不同的 林栋的眼瞳 在姚灵消失的刹那 便陡然紧缩 旋即豁然转身 龙掌抓着仙元古树 狠狠地朝身后 某处空间砸了下去 虚空崩裂 一道弥漫着黑色浮纹的拳头 竟生生撕裂空间 一拳轰在黑色古树之上 可怕的原力疯狂地席卷而出 力量飓风席卷开来 林栋身形直接倒飞而出 抓住仙元古树的手掌 不断颤抖着 其上龙鳞也闪烁清光 化解着那恐怖的力量 在伸展了所谓的摩元皱体之后 姚灵的实力 显然是提升了约膜三成 那种力量 就算林栋都感到心惊 圆皱印 一拳轰飞林栋 姚灵脸庞上宁笑更深 双手变换出一道诡异的印法 而后直接变成掌印 一拳轰出 陶天原理疯狂凝聚 最后化为一道如十指般的拳印 自天空呼啸而过 当头对林栋笼罩下来 林栋望着 蕴含着可怕波动的拳印 面色也是极为凝重 没心处 陶天灰莽呼啸而出 然后灰云凝聚 那巨大的荒兽之灵 再度被召唤出来 黄兽之灵 巨大的尾巴狠狠甩下 滔天灰芒 随之涌动 最后狠狠扇在那巨大的拳印之上 狂暴的波动席卷开来 林栋身形暴退 而后掠除 直接落在那荒兽的头颅处 然后他缓缓盘腿而下 一摇指尖 鲜血渗透而出 最后那带着鲜血的手指 便落在荒兽紧闭的巨眼之上 既然你想血拼 那我就奉陪到底 鲜血腥红从巨眼扩散开来 如血网 看上去极为的诡异 而林动作低头 望着下方 那浑身被暴力涌动笼罩的摇灵 轻缓的语气之中 同样是狠劲盎然 旋即 其手印猛然变换 说道 黄手之灵 血迹 星红的血网 一种惊人的速度 飞快地 自荒兽巨大的眼球之上 蔓延开来 而随着血网的蔓延 一种暗沉的红色 犹如光波一般掠过荒兽 那庞大的身体 血网弥漫 那庞大无比的荒兽 猛地仰天咆哮 咆哮声响彻天地 一股犹如来自远古蛮荒般的气息 缓缓地自身体之中 传荡开来 此时的荒兽 方才是真正的 如同那远古时空而来的可怕异兽 不仅有其形 同样还具备了神 林栋出现在荒兽头颅之上 他的手掌贴在荒兽那冰凉的头部 一丝丝血线从其掌心掠过 然后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涌进下方的荒兽身体之中 而在这种血线的涌动之下 林栋的面色 也是浮现一抹苍白之色 这种血迹不仅需要大量的原力 而且还会消耗人体精血 此番动用 事后林栋怕少不了一番元气大伤 至少要凶养好些时间 方才能够恢复 当然 所以说血迹的代价不小 但如今的林栋也同样别我他法 这场战斗本就是相当不平衡的 如果不是因为吞噬五枚 仙缘谷谷短时间内暴涨力量 林栋就算手段再多 恐怕也很难与他入九元年半径的姚灵 相抗衡 而且如今的姚灵 也真正动用了手段 他如果再不狠一点 或许以后就没法继续发狠的机会了 暗红色的庞大巨兽 悬浮在天际 巨大的尾巴轻轻摆动着 顿时在天地间带起一阵阵狂猛的雕风 不远处 罗毅以及一些其他魔音众的人 已经退了开去 他们的目光 皆是凝重无比的望着前方天空的对峙 虽说对于林栋 竟能够在姚灵手中坚持这么久 感到极为的意外 但他们同样也很清楚 现在前者战斗力相当不弱 若换上他们上的话 恐怕根本难以取得上风 不过 不管这小的多么邪门 也该到此结束 一命魔音众的强者摇了咬牙 阴瑟瑟地说着 而对于他这话 其余人也是点点头 他们对姚灵的实力非常了解 这些年来 就算是一些同样处于 九元涅槃境的强者 在面对施展着魔元昼体的姚灵时 都是相当的谨慎 更何况 眼下的林栋 不过凭借一些外力手段 方才勉强达到这一步 那在众人注视之下 天空之上身体膨胀数圈的摇灵 目光阴益而漠然地望着前方 滔天胸利之气 在其周身翻滚缠绕 令得他看上去 犹如视线凶罗一般 在其前方 彻底完成血迹的林洞 也是自荒兽头颅之上 缓缓站起身子 略显苍白的年轻脸庞上 此刻同样萦绕着冰寒之意 他的双目犹如锋利刀锋 盯在姚灵 眼瞳身处 力气升腾 四目相对 却没有丝毫的废话 下一刹那 空气陡然被撕裂 那姚灵率先按捺不住心中奔涌的杀意 布满着黑色符文的身体 如利剑般刺破空间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林洞的上方 姚灵眼神微冷 一拳轰出 顿时血光红色光芒 闪电般在其全下凝聚 而后直接化为一道血光全印 如一座小山般 当头对林洞爆轰而去 以现在林洞的状态 如此一拳轰出 足以将类似罗毅那种八元涅槃进强者 直接轰成重伤 但面对他这等凶悍的攻势 林洞却是抬头 瞳孔之中反射着 一样狂暴凶利的拳风 巨大的黑影撕裂天际 直接是带起一股 轰随山峰的可怕力量 狠狠摔在血光全印之上 整个天空在撞击的刹那 都颤抖了一下 而后力量波纹扩散开来 巨尾倒飞 那摇灵的步伐也是微微退后一步 一步刚退 摇灵身体变前倾 如大鹏扑矢般爆略而出 双拳挥出 顿时漫天血光涌动 无数道血光全印 自摇灵拳上飞掠而出 不过这些蕴含着惊天力量的拳印 并未立刻攻向林洞 反而是在天空中凝固了下来 袁王拳 摇灵眼中 凶光越来越微 然后低沉的鹤声 陡然从其嘴中喝出 同时 他的最后一拳 也带着滔天力气 狠狠轰出 漫天拳印都在此刻 爆发出刺耳的嗡鸣之声 然后无数拳印开始汇聚 短短煞时间 漫天的拳印便收缩至 今有拳头大小 而在红光之中 一道几乎十指般的拳头凝聚而立 那拳印之上 仿佛能够见到一道人影 副手而立 那道人影模糊不清 但是有着一股 举手头足间 崩天碎地的可怕气势 看得出来 这摇灵又在施展一门 相当强横的灵武学 望着那凝聚成 十指般的血红拳印 摇灵眼中 也泛起一抹残忍之色 而后手印一变 血红拳印便消失不见了 灵动眼神凝重望着 那消失的拳印 精神力陡然蔓延开来 片刻之后 西眼通陡然一缩 与他心神相连的荒手之灵 也忽然转过巨大头颅 然后后方空间 血红拳印诡异出现 然后一拳就红下了 面对着蕴含着极端强悍的 拨动的拳印 那黄手之灵巨尾 再度狠狠甩出 不过这一次 两者在接触时 那巨尾竟直接被血色拳印 声声动传了 天真的假话 姚灵见到这一幕 嘴角顿时裂出一抹嘲讽之色 而站在荒手头部的灵洞 定为因为这一幕而动容 他深吸一口气 袖中手印悄然变化 手印落下 荒手那只被血网弥满的巨眼 也在此刻陡然地睁开 睁开的刹那 天地原力瞬间暴涌 如沸腾的油锅 甚至连天地的光亮 也在此刻淡化许多 荒手妖眼 这一次并非是灰色 而是变换成血红之色 那血红之中 犹如漫天血海 弥漫着种种的凶杀 血红妖眼一睁 一道犹如贯穿天地的血光 便暴射而出 血光呼啸 在掠过天空之时 便画出了爪牙 看上去竟是一只 缩小了一些的荒兽 血光与全印 皆在天空上一闪而过 然后狠狠地相撞 天地都是颤抖起来了 滔天的血光 犹如万丈巨浪 在天空上扩散开来 轰隆隆的巨响 带着一股可怕的进风 疯狂地清醒而下 周到的山峰 刹那间便遭遇致命的摧残 差点变成一片平地 林栋有荒兽 也被这股暴风 给声称震飞数百米 沿途还将一座山峰顶端 给震碎了 然后这才有些狼狈地 稳住身形 抬起头来 林栋微眯双眼 望着前方 先前那种攻击 若落在他的身上 恐怕就算是他修炼青天画龙诀 那也绝对是重伤的下场啊 那个家伙 林栋目光在四周警惕地扫过 吓一傻那 其眼神猛然一凝 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转过身 清光在其掌心凝聚 化为一层厚厚的清零之盾 布满着黑色皱纹的巨大拳头 穿透空间狠狠地轰在精灵之盾上 一拳便轰爆林顿 那股进风 也是落至林栋的身体之上 进风在林栋身体之上爆炸开来 他的面上涌过一抹潮红 身形暴退数十步 然后将喉咙间涌起了一股甜意 声声地咽下 一拳轰退林栋 那姚灵也显出身来 他冷笑地望着林栋 轩急 脚踏黄兽背部 再度暴力而出 掩然一副不给林栋 丝毫喘息的机会 林栋眼神冰寒地望着 暴力而来的姚灵 脚掌陡然一顿 只见他那黄兽背部 血色鳞片竟是倒数起来 其上散发惊然寒芒 旋即陡然脱领 如暴雨般笼罩向姚灵 那姚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给惊了一下 那鳞片笼罩范围太大 就算是他的速度 也是避之不及 当即双臂收拢 血光喷射而出 护住身体 血红鳞片掠过姚灵的身体 虽说一些被弹射而开 不过依旧有一些鳞片 动传他的防护 打在其身体之上 划出一道道血痕 姚灵身体 彻底脱离那攻击范围 他看了一眼身上的血痕 眼神顿时阴沉下来 然而 就在他眼神阴沉的刹那 一道人影 快如鬼魅般而至 正宁青龙壁上 轻光涌现 而后狠狠地一拳 轰在姚灵的胸膛上 狂暴的力量爆发开来 竟直接是将姚灵振飞而去 混账东西 胸膛上传来振振剧痛 姚灵眼中暴怒 他望着再度攻来的林栋 脸庞上猙獰掠过 竟是不闪不闭 一拳与林栋硬汗了过去 狂猛的进风 在荒手背上席卷开来 林栋直接是被生生的 震退束步 青龙壁上 鳞片闪烁急速光芒 将那传开的可怕力量 化解开去 给我硬拼 不知死活的东西 姚灵身体微微一震 将手上力道给震散 而后冲林栋宁笑说着 林栋眼神默然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废话 再度掠出 见到这一幕 姚灵脸庞猙獰更深 若是林栋借助那荒手之灵 与他纠缠 或许还真的费他一些时间 不过这种主动前掠而来 在他看来 却是自寻死路 两道人影 接待着一丝暴力之气 在荒手背上交错 下一刹那可怕的力量爆发 拳来推往 两个人竟直接进入 最为凶狠的贴身肉搏 罗毅等人有些错愕的 望着纠缠在一起的两道身影 他们都能够听到 那拳拳倒肉的低沉声音 当即都忍不住咧咧嘴 他们知道 这两人拳上的力量 都是异常沉重的 落在身上 必然不会好受 鲜血时不时地 从人影交错处射出 倒也分辨不出 究竟是谁的 不过谁都知道 现在两人 怕是彻彻底底的 傻红了眼了 那种肉搏 看得罗毅等人 心惊肉跳 同时也是打心眼里 犯着寒意 又是一记狠狠的双拳碰撞 力量互相侵蚀之间 林栋拿青龙壁上 鳞片竟是裂开了一切 原本明亮的青光 变得暗淡下来 一丝丝血迹 不断地从鳞片上渗透出来 林栋现在状况并不好 浑身都是血迹弥漫 原本争宁威武的青龙壁 也是变得异常残破 不过 虽说状况不佳 但林栋双目中的凶器 却是愈发的浓郁 而在其对面 姚灵身体之上 同样有交错的血痕 不过 比起林栋算略好一些 在施展摩原皱体之后 他的肉体 显然也是相当之强 小子 既然撑不下去了 那就让我结果了你吧 姚灵望着 那似乎到了极限的林栋 脸庞上也再度浮现残忍之色 他盯着林栋 咧嘴一笑 然后凶狠拳风 直接轰向林栋的胸膛 在其拳风轰出之前 林栋同样也是一拳轰出 目标只指姚灵的胸膛 看着林栋 那比之前弱了许多的拳风 姚灵嘴角更是嘲讽更甚 经过如此剧烈拼斗 林栋的战斗显然是大为降低 这等力量 他已难以取得什么威胁 因此 面对林栋这一拳 先前一直保持谨慎的姚灵 精神却略为的一松 姚灵这种变化 微不可查 但是林栋的双目 却在此刻陡然将爆发出 异常灵力之色 拳风一变 划拳为掌 掌心处 金光爆发 而后一轮巴掌大小金轮 闪现出来 金轮并不大 而在其边缘 有着八枚锋利的灵尺突出 弯曲间释放着一种 令人心惊打寒的锋利 而在金轮之上 还有着金色龙纹若隐若显 金轮的出现 电光火石 在这一刹那 那姚灵的拳头 已经狠狠地落在 林栋的胸膛之上 林栋的身体狠狠颤抖了一下 不过胸膛处传来剧痛 却令他脸庞上 缓缓掀起一抹 深寒到令人骨头发冷的弧度 你完了 林栋的呢喃之声 犹如死神之音般 悄然地传进摇铃耳中 后者的眼筒紧缩 旋即他便感觉到 胸膛处迷满而来的冰寒之气 当即浑身寒毛都倒竖起来 没有来的节奏任何的防御 先进金车那松懈的一刹那 让姚灵已经失去任何的陷阱了 他只能感觉到一道冰凉之物 从其胸膛没入而进 然后带着剧烈疼痛 从其后背心处射出 鲜血喷射之间 姚灵的瞳孔缩至针孔大小 他望着眼前 那张犯着森寒笑意的年轻脸庞 鲜血沾染在上面 突然令得他感到如指冰窖之中 他是故意的 他放弃仅有的一点 能够语气抗衡的优势 而选择这种近身肉搏 他所等待的就是这种 一闪而逝的机会 就如同山林间的猛虎 安静折服 等待猎物出现致命的失误 姚灵能够感觉到 林冻已达到极限了 若继续下去 后者必然无法坚持 他完全可以凭借 超越对方数个层次的雄魂原力 将对方活活耗死 可是他并不能让的时间 倒退到前数分钟 混蛋 姚灵 猙獰着面色 一腿狠狠甩在林冻肩膀之上 将后者甩飞的同时 他也捂着胸口 两枪后退 旋即面色迅速灰白起来 远处 一直注视战轩的罗翼等人见状 面色顿时巨变 急忙掠去 一些魔音众的强者 也是急忙来扶住姚灵 当他们看到 其后者胸膛处的血洞之时 眼瞳都是缩了一下 姚灵捂住胸膛 面色异常惨白的嘶吼道 杀了那个家伙 他已经到了金线了 闻言 罗翼一接数名魔音众强者 眼中顿时胸光闪烁出来 而后转身 目光凶狠地望着 那身心有些站不稳的林冻身上 杀了他 几人目光一对视 然后也不犹豫 瞬间暴力而出 灵力杀招 如暴雨般对林冻倾向而出 林冻望着再度暴略过来的罗翼等人 视线都是有些模糊了 先前 因为靠强行吞付 五枚仙缘古果的后遗症 终于出来 与姚灵血战 消耗他所有的力量了 现在的他 连一名亲元涅槃进强者 都无法再抵御 九元涅槃进强者 果然很强啊 林冻心中 轻轻喃喃着 旋即他感到一股进风起来 将他的身体狠狠震飞 当即体内五脏六腑 都是剧烈颤抖起来 一口鲜血 终是忍不住地吐了出来 身形倒飞而出 林冻望着满脸凶光 再度飞来的罗翼等人 终是无奈摇了摇头 旋即一股眩晕 从脑海深处涌现出来 林冻男男说道 你就丢在这里了吗 而就在林冻男男声 刚刚落下时 他突然发现 倒飞的身形 猛然撞进一处 柔软的胸膛之中 微微睁着眼 一张有着 俏美大眼睛的脸颊 在他的模糊的眼中出现 那是硬欢欢 姐姐 木长老 杀了那些混蛋 在一时模糊之前 林冻仿佛听见少女 带着一点细微的哭音 但是杀意弥漫的清脆声音